发烧话题追根究底 大家好 欢迎收看《热血维踪》 我是林一如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康瑞台风来袭 意外地让基隆的大石头 成为了全国瞩目的焦点 基隆八斗子发生巨石滑落的意外 差点就砸中了一辆小轿车 而就在相隔大约一公里的路边 也发生了严重的土石流现象 导致民宅瞬间倾倒 这是大自然出现反扑的力量吗 气象专家说 最近十年来的确出现了极端气候的特征 尤其是在今年更加的明显 人于突然的暴雨 再加上当地是属于高角度节理的地势 巨石失去了支撑力 自然就整个掉了下来 九明开始热线追踪团队 要带您跟着专家的脚步 一块来追踪 这次的豪雨造成了基隆八斗子巨石滑落 以及民宅瞬间倾倒的主要原因 滂沱大雨中 只见挡风玻璃 几乎看不到路面 山壁上大量土石突然飞溅 犹如火山泥浆无预警喷发 伴随而来一颗五段重的巨石 从天而降 一声巨响掉落地面 一阵摇晃之后终于禁止 只差不到一步 白色小轿车就变成一堆废铁 生死一瞬间的场景真实上演 山顶上两块巨石 从松洞到滚落地面 只有短短18秒 同样在北宁路山坡下 不到一公里的距离 土石滑落瞬间 吞噬一栋两层楼民宅 房子滑动倾斜硬声倒塌 不到三秒钟 民众吓得惊声尖叫 当食屋内一对成姓姐妹 幸运逃过一劫 但眼看家园 瞬间变成废弃瓦砺 忍不住放声大哭 大雨造成巨石滑落 与房屋滑动 到底雨有多大 从8月29日到31日 三天来台湾累积雨量 达到1277毫米 超过下半年的总雨量 几乎逼近台湾年平均雨量 2500毫米的一半 光是基隆 超大食雨量达94毫米 造成半个基隆泡在水中 接连传出意外 即将雨成为最回破手 这个沙岩非常的大块 也就是所谓的块石 也就是一些块状的沙岩 它的岩石非常的坚硬 但是它中间的裂面 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方式 坐在这个坡顶上 因为下大雨的时候 雨水会进入这个裂面 那雨水进入裂面 并不是只有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雨水大概从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六 就已经持续地加码 进入这个裂缝 裂缝存在着很多很多量的雨水 又没有办法宣泄 就会将整个裂缝 也就是这个块石 这整个裂缝把它崩解掉 即将雨造成沙岩急速崩落 累积大雨使得土壤含水量 几乎到达饱和状态 造成八斗子山坡地不堪负荷 同时发生巨石崩落与土石滑落 但短时间内为何雨量暴增 其实最近十年来 极端气候已经越来越明显 成为瞬间暴雨的元凶 最近十年或者说最近十五年 这个发生频率比我们过去 这种历史是要这样比对下来 是频率增加很多很多 那现在大家在讨论的就是说 这个到底是未来会这样 趋势一直下去呢 还是说这个只是一种 算是一种暂时性的现象 只是现在多起来 以后是不是又会少下去 其实这两种论点 都有一些支持性的 那我们的感觉是说 两种特性说明都有 就是说长期期日上 因为这种暖化的关系 这种激励 这种频率 的确是会增加 瞬间暴雨造成重大灾情 但暴雨过后 威胁并还没有解除 重回事发现场 滚落到地面的巨石 已经被大型机具击碎 路面继续封锁 抬头一看 还有一颗更巨大的姐妹石 卡在山坡上 从空拍画面显示 山壁像是被巨石画了一刀 照片会说话 巨石没有直批缓冲 随时可能掉落 直冲山下的必杀鱼港 大块石头掉在山顶上 那石头静悄悄在山顶上 如果没有震动 它还是会在山顶上 那如果有外力的作用 外力的作用包括地震 震动的力量 外力的力量 包括了暴雨的力量 雨水会冲刷它 会推它 所以只要暴雨 只要地震的力量 它可能会慢慢的移动 然后往下掉落 移除2000公顿巨石 刻不容缓 林务局会刊后 经过多方评估 原本打算采取 无声破碎法清除 注入一种化学膨胀剂 一小时后 石头就会出现剥裂效果 撑破巨石 再分解运走 为了更接近巨石 公务处为外包商挖土机 一天之内从炮台右侧农路 往山谷下的诸舍前进 挖出一条变道 原本要经过荒野蔓草 攀岩重重危险 才能抵达巨石 如今挖土机在轰隆隆声中 开出变道 爬过接近60度陡坡 顺利直达巨石下 当施工人员敲除岩壁评估发现 巨石内含有不少水分 巨石可能没想象中的硬 试敲几下就出现崩裂 可能不需要使用膨胀剂功法 就能直接打碎巨石后 再吊走碎石 山上巨石威胁渴望解除 但这里的地质特殊 未来灾害会不会再度重演 依照中央地质调查所数据显示 包括掉落在北宁路的武顿巨石 被冲倒的民宅 山坡都是 页岩和沙岩结构 加上靠海特别容易出现风化 地质脆弱 大雨越来加速风解 选在岩台底下盖房子 更是危机四伏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它有一些悬空 悬空那个 它等它后退到一个程度以后 它就会掉下来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一个落石区 那我刚才讲的坡 那个坡就是石头掉下来滚的地方 那滚下来之后 滚到一个比较平的地方 那个就是一个台 那我们现在 我们人选择在这个台那边做一条路 所以这个石头要掉下来的时候 它就会运气好滚到这个坡 但是运气不好 它会滚到这个台上面来 那刚好 那什么时候掉下来就是 台风好雨地震 这种机会比较大 但不是也不表示说 好天气就不会 好天气一样会掉下来 从高空往下看 土黄色泥流从山顶一路往下流窜 延伸到崩塌现场 下方的泥流还在不停滑动 一旦遭遇连日大雨 类似情况可能再度发生 一旦土壤的含水量无法附和 就算有厚重的挡土墙 恐怕也无法抵抗大自然的巨大力量 翻倒形破坏 因为这边是高角度解离 通常都是翻倒形破坏为主 第二个就是浅层滑动问题 它浅层的表土先滑落下来之后 底下的这边土壤失去支撑力 上面的岩块 最后再掏空的东西就会滑下来 甚至翻倒下来 所以大概两种破坏模式 一个是浅层滑动 第二个是翻倒形破坏 那么这边沿线 我们所看到在麦当劳那附近来讲 好多危险都不止一块两块 很多块有危险 它是不稳定的 所以将来这边要注意这边问题 瞬间豪雨造成严重灾情 如果加强挡土墙与排水设施 都不见成效 必须在发生落石或土石开始松冬前 提出市井 让民众远离危险 这边遇到的是一个比较厚尘的 它不会常常掉 但是一次掉下来都是很大颗 一家人住了几十年的家 全毁了 屋主难掩悲伤 过去常说人定胜天 如今在大自然的脚下 人却显得渺小更显无奈 沿着沙岩在基隆山坡上 盖房子的景象没改变 未来一旦再遇到强降雨 难保像这样惊险一瞬间的场面 不会再度重演 基隆这颗2000公顿的大石头 其实是大有来头的 当地人叫它是老鹰石 由于它就在必杀鱼港的正对面 长久以来一直被当成 当地渔民的守护神 休息一下热线追踪采访团队 要继续带您去探索 当地的传奇故事